物流服务业这个月起 征收6%服务税SST 但是为了避免双重征税的问题 财政部将扩大这个领域的 服务税豁免范围 总共5种服务豁免SST 政府还为企业和企业之间提供便利 物流服务业者不必为相同的 服务类别支付服务税 这于新注册的物流供应商 将有一个月缓冲期 下个月起才开始征税 原本没有被征收服务税的物流运输业 今年3月1号起开始征收服务税 税率定在6% 财政部第二部长南多斯里·阿米尔·韩扎 今天在国会为国家元首施政预辞辩论 进行部门总结时宣布 豁免服务税的5种物流服务 分别是直接出口货物的物流服务 转传运输服务 转站运输服务 门到门的物流服务 以及通过电子商务提供的食品和饮料 配送服务 他指出 财政部在和各方 包括议员以及业界人士的利益相关者 历经25次开会之后 做出这项豁免决定 以避免税上加税 产生的激怜效应 此外 货运服务业者 在同个类别的货运服务中 也可以豁免6%的服务税 政府理解业者需要时间 修改电脑系统 因此新注册的物流运输业者 将有一个月的缓冲期 在4月1号开始 才征收服务税